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秦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乐坏 风出并坐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泄的英雄 上次为您说到 赵武灵王打算开场时装发布会 正式向自己的丞相以及全国 展现他的七思妙想 在讲这一场震惊中外的时装发布会之前 插句嘴 这里说的震惊中外 指的是当时的中原还有胡人 这一场时装发布会 对于赵国的历史 甚至对于中国的历史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到现在我们还津津乐道 这么重要的时装发布会 为什么就落在赵国身上 而不是落在其他的比如秦国 如果分歧怎么办呢 那就打架 等打爽打痛快了 收手一看 不好 房子打坏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搬家呗 当年赵国的开国之军赵武旭 为了感谢自己的大哥伯鲁 让位之恩 在退休之前 选择了伯鲁的孙子 赵焕 作为继承人 但是赵武旭的弟弟不干了 凭什么呀 你和别人的恩怨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是法定继承人 我的位置和未来 凭什么让你拱手送人呢 于是他这个不老实的弟弟 环子 凭借自家的实力 驱逐了赵焕 在带这个地盘上自立为君 这也就意味着 赵家的统治中心 从此开始离开晋阳了 赵无旭赵襄子 在位五十一年 死的时候至少七老八十了 按逻辑来说 他的弟弟也年轻不到哪里去 赵环子自立为君 仅仅一年就去世了 他死了以后 赵家人又不干了 当年环子即位 就不是赵襄子的意思嘛 于是赵氏家族 国族联合起来 杀死了环子的继承人 用力被驱逐的赵焕 为自己的国君 这就是赵献吼 晋阳是赵无旭一家的势力范围 带帝被赵无旭吞并之后 封给了自己的哥哥伯鲁 应该就算是伯鲁的势力范围了 赵襄子死了以后 他的弟弟驱逐了伯鲁的孙子赵焕 自立于带 所以带这个地方 又从伯鲁的手上 变成了环子的势力范围 对于赵焕这个人来说 一生是跌宕起伏的 原本自己又啥都不是 后来被赵襄子立为继承人 接着又被环子赶走 再到后来又被赵家人接回去 继续当他的国君 一拨三折 比坐过山车还刺激呢 赵焕从一个光棍式 变成了赵家的老大 急需要发展自己的势力 而靖阳和带帝明显不够理想 因为那里住的 全是赵襄子那一支的人 指不定这帮人什么时候 又看自己不顺眼 把自己赶走了 所以换个地方住住 那是当务之急 于是赵焕就把都城迁到了中谋 就是河南的鹤壁 这么做 一方面想摆脱靖阳老朝 错综复杂的势力关系 另外一方面 也代表了当时大的社会思潮 因为要逐鹿中原嘛 赵焕在位十五年去世了 他的儿子赵吉即位 是为赵列侯 赵列侯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四零三年 周天子正式承认了赵 魏涵三家诸侯的身份 史称三家分禁 中谋这个地方的位置 版图在正中 属于正国魏国以前在春秋的地方 那里是文化最发达的 也算是当时中原文化先进的代表了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不同的习惯 比如东咸 西酸 南田 北辣 中谋这地方的人也不例外 都比较喜欢高雅的音乐和艺术 平时没事干了 唱唱歌 跳跳舞 谱个曲儿填个词什么的 都喜欢 唯独不喜欢的就是打仗 所以进入战国以后 正国和魏国早早的就被人干掉了 从小生长在这种地方的赵列侯 就是艺术当中的佼佼者 他热爱音乐 已经到了痴狂的程度了 简直就是音乐发烧友 还曾经要送自己两个音乐老师 百里封地 幸好被陈下给制止了 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列侯浩音的故事 赵列侯在位九年 可能是热爱艺术的人 都比较有想法吧 他突发奇想 想把自己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弟弟 希望自己的弟弟将来再把位置 传回给自己的儿子 到外面绕个圈回来 可惜的是 他的老弟武功 没有这么高的觉悟 武功确实集了位 在位十三年 在他去世之前 没按哥哥的意思干 没把自己的位置 还给哥哥的儿子 而是让给了自己的儿子 这样一来 赵国内乱又起了 这场叛乱 好不容易被平定以后 赵列侯的儿子 胜出 即位为赵敬侯 迁都邯郸 这一年是公元前386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 是公元前221年 赵国定都邯郸 继续留存了165年 直到被秦国所灭 赵敬侯迁都邯郸 12年去世了 似乎在死之前 他没有想到 或是没来得及交代清楚 谁来交接班的问题 于是他两个儿子答起来了 公子圣和公子种 为了争取这个上岗名额 翻脸动手了 最后公子圣没有圣 公子种很有种 他接班了 变成了赵成侯 赵成侯 在位25年也去世了 要命的是这位仁兄 好像临死之前 也没有交代清楚 谁来交接班 他的两个儿子 也是要求先进 不甘人后的 最后也答起来了 圣出者是公子羽 羽言的羽 这就是赵肃侯 这位赵肃侯 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 赵武灵王的老爸 唉 说了这么久 口水都说干了 终于绕回主题了 赵肃侯 在位24年去世了 估计是吸取了 前两代人 留下的血的教训 他临死之前 安排了重臣 肥义 来辅佐赵武灵王 所以赵武灵王 即位这事 进行的还比较顺利 没有自家人 打自家人的烦恼 不过 既无内忧 又生外患呢 家里人没意见 外面捣乱的人 又来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 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道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道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 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 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 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 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它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加团 亨一路 环境 永远 亚一路 亚一路 下一路 摇 亚一路 相亚一路 亚一路 亚一路